四生子歌女情妇 那个才是时尚女王的本来面目 三次 提到我自己的重申 但是每一次的说话都不一样 军官 商人 意愿嫁分绝 谁是他最难以割舍的恋人 大把大把的兵士 欢得与花钱 进行收看名人那些性质 时尚女王香奈儿的生死之恋 可可香奈儿 世界级的时尚女王 她的服装着一包包装品箱 可以留在世界时尚耗流的间调 但是她始终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橡皮 最终把你终于身份登际 可可香奈儿这个美丽的女人 她的名字和无数的名流才子的名字纠缠在一起 英国首西名的女人 俄国霍罗贝族吉米奇 音乐家克拉文斯基 辽岛诗人列维迪 还有密加索 她名为达利丘吉尔 香奈儿的一生到底爱谁 她究竟是在哪里人 在香奈儿22岁的时候 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巴桑 巴桑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 她的爱好和工作就是饲养纯种马 然后把他们带到跑马场去 当香奈儿遇到巴桑的时候 她还没有在做裁缝 而是在一个小镇的咖啡馆里卖唱 做着歌星的梦 没有人能证明 香奈儿有演唱过着表演的天分 不可恶也不善悟 有人形容她的声音 说 就像是一只和咽喉眼缠斗的青蛙 不过 香奈儿实在是很漂亮 她的身材抹角 眼睛很微白亮 脸庞很清秀 而且有着高级的皮靓 她的容貌比她的声线出众多了 最后 咖啡馆的老板 帮她来做笑容展示 于是 这个美丽的女孩 只许穿着暴风的漂亮衣服 四种牛肚 再偶尔地唱一两首歌 来证明自己的声音 香奈儿 锦票 脑子也想得好说 在酒吧卖唱的时候 她肯定已经想得完美 她的未来不能靠谱 也已经适应了 所以 当爱养马的子文家公司巴桑叫 香奈儿跟她走的时候 香奈儿的回答很简单 为什么 是啊 一个卖唱的歌女像 极深名流社会 还有什么方法 比这个更便捷呢 刚刚抱的美人归 巴桑已经迫不及待 要在朋友们面前 好好显摆显摆 她马上发出了邀请 请商界的朋友 在马场聚会 只会那天 来的女士都 身着胜装 烛光抛起一个门 身上下 都透着拥抱 好有清醒 人都到齐了 大家都到齐了 看一看巴桑的心情 正当大家翘首以后 汗是否忽然 扯进来的地 马上坐着一个姑娘 身穿着一身不难度的运动 头上戴着一条破草帽 后边还吊着三根麻花点 这是谁啊 这是巴桑找的心情人 大家你看看我 看看你心想 这巴桑的口味也够重了 巴桑呢 他鼻子差点气歪 朝着夏娜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赶紧给我去换了 夏娜朋友说 他们是为了运动方便 你不觉得这里的女孩子穿的都像圣诞树一样啊 一句话把在场的男男女女都说得很尴尬 不过他的这种另类啊 有人欣赏 谁啊 一个叫波伊喀布的英国小伙子 喀布是巴桑的社交朋友 他是一家煤矿的私营主 一次商流社会上 喀布揭示了夏娜 当时夏娜正因为头上顶着一根羽毛出现在聚会上 被人嘲笑和冷落 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 当时喀布被夏娜表现利益的造型 孤独的气质以及美貌一下子吸引了 他上前跟他打招呼 两个人就这样打上 你打上这个两个人是相见恨晚 都觉得相互是为对方而生的 原来喀布是个私生子 身世也不很好 是靠后来不断地打拼才有今天的成绩 这个英俊帅气的男人显然是一个前辈姑 所以这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一天晚上夏娜写了一张纸条给巴桑 我要和波伊喀布一起走 我相信他能有自由 请你原谅我 但是我爱他 离开了巴桑之后 夏娜尔随喀布来到了时尚之路巴黎 喀布知道夏娜尔喜欢设计 于是就履行乘坐 帮他在康腾街21号租下了一间店铺 专门设计帽子往外卖 最初夏娜尔就是从不远处的百货商店去批发来平顶帽子 帽子到他手里之后 经过加工这样再出售 没想到夏娜尔改过的帽子还真是很抢手 每次改完一批马上销售一空 可以说这家小店铺就是夏娜尔事业的起点 帮他赚得了第一桶金 其实喀布没有想让夏娜尔依靠这个小店赚钱 他的钱完全可以养着夏娜尔 可是夏娜尔不干 为什么呢 以前靠巴桑养的时候 夏娜尔就尝到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 但是腰杆子总是挺不起来 有时候还得听主人的说 这次可算是有机会靠自己 夏娜尔不想放弃 所以当喀布向夏娜尔求婚的时候 夏娜尔没有答应 他还让喀布说了这么一句话 只有我不再需要你的帮助 我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你 听到这样的话 喀布自然是很高兴 没有铜臭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 好 那就等着吧 等夏娜尔正到钱再结婚 到了1914年 库库夏娜尔开设了两家时装店 影响后世深远的时装品牌 夏娜尔宣告正式诞生 可是夏娜尔忘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工作的时间多了 陪喀布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有一天喀布画里有画的说 我以为送你一个玩具 实际上却给了你自由 夏娜尔是个聪明人 他听出来喀布是在抱怨 他马上插开话题说 你好像从未送过花给我 喀布没说话走了 夏娜尔想想 这人是怎么回事 画没说完就走了 正想着呢 花店送来了一束花 过了半小时 花店又送来了一束花 再过半小时又送来了一束花 这花是半小时一送 半小时一送 一连送了两天 几天之后 喀布把全巴黎最贵的一个饭店包下来 怒大一个大街 除了服务员只有喀布和夏娜尔 附生毕恭毕敬的战场的一派 只是为他们俩 饭后 喀布还专门请了乐师 为夏娜尔演奏美妙的乐曲 这场浪漫的经历成了 夏娜尔终身难忘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法国政府下达了证定令 喀布虽然是个英国人 可也被法国政府给争取了前进 临走的那天 夏娜尔亲戳过了一款白色死金 陪在自己心爱的肚子上 等待她平安 她要喀布答应 永远不要离开她 那几年夏娜尔也把自己对 薄异的思念埋在了心底 把精力更多的放在了工作上 她开始了一场实装革命 用最简约的设计 最简单的面料做舒适 便宏座的女士服装 今天我们穿着宽松的T恤 或者是紧身的运动服在大街上走 那是很平常的事 可是在上个世纪初那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女孩子 那真像是夏娜尔说的 一个个穿的都跟圣诞树似的 那才叫典养端庄 所以夏娜尔就显得很另类 尽管她的服装不断的受到非议 可却是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夏娜尔把这一切都写在了信上寄到前线 她告诉卡布自己的想法改变了很多 她再也不会向他提很多要求去追逐成功 她开始计划着和卡布的婚礼 1918年战争到了尾盛 她突然听说卡布回到老家英国伦敦 准备结婚了 可新娘不是35岁的 夏娜 夏娜听说我亲自跑到了伦敦 想看一看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一个咖啡厅里他们见面 卡布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夏娜尔把头侧向了一边 也一句话不说 嗯 那个 卡布首先打破了城 我要结婚了 她叫Diana 是一个军事 还没等包衣说完 夏娜尔打断了 她说行了 我知道 我祝你们幸福 说完 站起来 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时的夏娜尔心里像刀割一样的疼 但是她也很清楚 像 柏尔卡布这样出身卑微的小伙 要想基身于上流社会 只能娶一位贵族的女孩 她一个财富 除了能够给卡布带来麻烦 还能带来什么 夏娜尔 退出了 她觉得 从一开始 她就不应该进来 回到巴黎 夏娜尔对着镜子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但是 她心里的痛苦 又如何剪得掉呢 唯有工作 十二分努力的工作 才能让她暂时的忘记痛苦 几年过去了 她的可可夏娜尔帝国终于建起来了 到了1919年 36岁的可可夏娜尔 已经是巴黎相当有名的 时装设计师了 巴黎人喜欢这个苗条 敢说敢做 手里成天 与这根香烟的 时装设计师 夏娜尔主张造型线条 简洁 朴实 舒适 他喜欢黑白两色 他的服装简朴的像南庄一样 又一个圣诞节来了 就在这一天 通过夏娜尔的电话响起了 电话是卡布达的 他说 你对不起苦 当我离开你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是多么的爱你 我终于明白当初的选择是错误 只要你告诉我 你还想要我 我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对你说 圣诞快乐 听着电话 苦苦的眼泪 止不住 他不想思索地说 我想要你现在就出现在我的身边 究竟不然 他们能否重新在一起 那电话铃声 显得能死 老街 从小的小 就在刚刚 我以卡布先生的汽车 来不及挂了电话 口口下那尔 疯了一样的冲出门去 失去最爱 香奈儿的人生 将如何继续 找个年轻的回面 找个老头没意思 我依然 没有仗子 没有子孙 没有任何 迷人的幻觉 名人那些幸福 正在为您讲述的是 时尚女王香奈儿的生死之恋 久别的恋人再一次通了电话 他们的恋情又死灰复燃 卡布这位驾车车 他想立刻回到夏奈儿的身边 另一边 可可夏奈儿的家中 急切地等待着卡布 以前的幸福画面 像电影一样的隐秘的 在脑子里闪现 从小山上 很重要的地理 重量的离物 在大小山上 你不想让它 在大小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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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那些不想让它 突然 电话铃声把他从甜蜜的回忆里带了出来 那电话铃声显得那么刺耳的 他充满街情 里面是一个陌生男人的生活 抱歉 口口下来的小姐 就在刚刚 我以喀布先生的汽车因为突然爆胎失去了控制 因为车速太快 喀布先生他不行 来不及挂短电话 口口下来疯了一样的送出门去 赶往处逝现场 香奈儿赶到那里的时候 太阳正从德拉海滩滑满热起 车祸了现场 喀布已经被 烧得无法变远了 但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握着给香奈儿带去的礼物 一条珍珠项链 香奈儿从车上一下来 禁不住的失声度 从那以后 项链成为香奈儿设计的重要元素 可是 他的喀布再疯了 1920年2月 倫敦泰晤士报看出了鲍伊喀布的遗嘱 看着遗嘱 香奈儿通过起来 原来 喀布早就将自己七十多万英镑的财产进行了分配 妻子戴安娜和未出世的孩子各拿三分之一 可可香奈儿居然也有三分之一 香奈儿没有想到这么多年 喀布一直把他挂在心上 其实他已经成了别人的账 1926年 巴黎歌剧院的一处新戏要上演 香奈儿受到了邀请 这座歌剧院是全世界最好的剧院之一 进进出都是上层社会的达官显客 来的贵妇都是坐着马车 穿着传统欧洲宫廷古事 他们头戴王冠或者是名为的云后 树身礼服都是最好的丝绸 摆着长裙脱笛 非常期盼 就在歌剧快要开始的时候 顾香奈儿走进军场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今天的香奈儿打扮太特别了 他身着一身黑色墨西练义群 碧落的短发陪着黑色重型小猫 插一看 像是要去参加葬礼的寡妇 人们很惊讶 在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里 你怎么可以这么穿呢 不过香奈儿就这么穿 那时那刻她是喀布的遗孀 她为纪念喀布而穿 不仅如此 她还要暗暗许下诺言 要让所有的女人为喀布穿上黑裙 不出香奈儿所料 她的穿着百分之百的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惊讶过后人们发现 虽然香奈儿穿得像一个黑寡妇 可却有另一份韵魂 裙子是双皱面料 有简约的一字领和紧致的长袖 这把香奈儿玲珑的曲线 展现得是淋漓尽致 一时间 剧场上下 鸦雀无声 大家都在看着香奈儿 突然不知是谁 喊了一句 香奈儿 英国人的最爱 变成了巴黎的美女 从此 香奈儿的小黑裙 成了经久不衰的世上传奇 小黑裙的成功 为香奈儿赢得了时装女王的称号 然而风光外表下 难以掩藏的 是她寂寞的心 香奈儿越来越特立不幸 在生活里她孤疲不爱讲话 每天要抽 十根直言 经常对人大吼大叫 没有真正亲密的朋友 因为任何人和她相处久了 都受不了她 和她最亲近的人 也是她的仆人 但是 他们也都轻声轻叫 从不敢打扰了香奈儿 自从喀布死后 香奈儿对爱情的态度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她依然热烈地丹琴说爱 但是对她来说 恋爱已经成了一种爱好 和去看赛马差不多了 因为她再也没有体验 那曾经有过的和喀布在一起的情情 是个人的绝对 早在1913年的时候 俄国青年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春之题》 在挖过巴黎的首颖 他独特的一种戏份演起了很大的争议 演出与失败风险 但是对于这种特立独行的人 夏娜尔有一种天生的好感 他非常欣赏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天赋 七年之后 斯特拉文斯基在俄罗斯落魄了 再一次来到巴黎 他知道夏娜尔有些喜欢他 他就开始想要设法接近一下 随着深入的接触 夏娜尔得知这个俄国医院家有点结婚 他和常年生病的妻子 还有几个孩子居住在一栋破旧的小旅馆里 生活是非就破 此时的夏娜尔拥有着大把大把的钞票 他再也不会怕依附男人而不敢面对感情 他走向另一个极端 大把大把的给喜欢的男人花钱 他把斯特拉文斯基全家接到了自己的别墅里 过着贵族般的手 俄国音乐家被金钱美貌迷住了心窍 终于投入了夏娜尔的怀抱 可是没过多久 音乐家的妻子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私情 他对夏娜尔说 我敬重你的慷慨 却无法尊重你的道德 然后就愤然带着孩子离开了别墅 夏娜尔提出了更加优厚的条件 想要挽留住音乐家 但是经过妻子这么一闹 这位音乐家是斯文扫地的 他担当不去这个吃软饭的名声 所以就毅然决然地和夏娜尔分手 临走的时候 还留下了一句话给夏娜尔 你不是艺术家 只是卖杂货的小老板 这段感情对夏娜尔的打击非常大 他一度对男人失去了信心 但是不久 他又解释了一位新情人 西敏公爵 这个男人和薄义一样也是英国人 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欧洲最有吸引力的单身汉 最优雅迷人的绅士 最有权有势的男人 他其实离过两次婚 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前两任太太只为他生了女儿 他需要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财产 为了营造和西敏共同生活的环境 夏娜尔不惜花掉 六百万法郎在地中海的霍克布伦 买下了一所庄园 西敏公爵也不止一次对夏娜尔表示 只要他怀孕了 他们就结婚 夏娜尔真的很想结婚 但是他已经四十岁了 为了能够怀孕 他甚至服用四处逃来的偏方 虽然夏娜尔吃了各种各样的药 但是他始终没有怀上西敏公爵的孩子 夏娜尔终于对西敏说了实话 很早以前和巴桑在一起的时候 他曾经去廉价的小医院夺过胎 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怀上过孩子 西敏知道这件事以后没过多久就和夏娜尔分手了 重新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夏娜尔表现得蛮不在乎 他对外界宣称和西敏仍然是好朋友 他甚至还说公爵夫人可以有很多个 但是夏娜尔只有一个 可是夏娜尔内心的苦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呢 有一次夏娜尔召开新装发布会 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非常开心 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是有问必答 但是他发现离他很近 有一位女记者竟然是个孕妇 他突然闹起了脾气 非常苛刻地回答着女记者的问题 没一会儿他就草草结束了发布会 后来和夏娜尔走得很近的朋友猜测 夏娜尔也许是不愿意看到那些 能怀孕的女人那会触动他心底最敏感的地带 1953年70岁的夏娜尔复出时装剑 他依然独自一个人生活在利兹酒店的包房里 那是他和宝宝刚到巴黎时的爱潮 有一天他的经理去酒店探望他 敲门敲了很久 没有人答应 于是他就请服务生把门打开 当他走进夏娜尔房间的时候 只见夏娜尔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头发蓬乱 不紧闭连呼吸都十分的微弱 金鱼赶紧把夏娜尔送到了医院 不久夏娜尔恢复了健康 可是朋友们非常担心 夏娜尔独自生活不安静 就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呢 夏娜尔回答说 找个年轻的 找个老头没意思 其实他意思是想说 这辈子他再也找不到 像喀布这样爱他 也值得他爱的男人 1971年的一个星期日 88岁的夏娜尔独自 为即将到来的时装发布会 工作到很晚 凌晨的时候他服用了安眠药 他睡了 这个生日再也不幸 他穿着自己喜欢的套装 离开了人生 结束了他穿起衣服上 六十多年的时间 他打造了矿衣决金的服装衣服 获得了近五十年 最具影响力的服装设计项目 他磨得了无数的金钱和衣服 却没有人和他互相这一切 他孤独地看见世界 四处求医问药 香奈儿最终能否生下男人 他曾经是连家的小女人 不爱 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女香人最终能否找到真爱 好多小宝为了摩眼球 卖香奈儿形容响起 他一路对男人实质天心 进行收看 名人那些性质 时尚女王香奈儿的生死之恋 在这一路对男人实质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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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没有丈夫 没有子孙 没有任何依然的幻觉 那些幻影可以使我们相信 这世界上居住着与我们同样的人们 他们同样孤独地劳作 感谢大家